野柳风景区游客相当多 大家聚集在北海岸 都是在看这一个 红色的桥式起重机映入眼帘 中国大陆籍的货轮玉州起航 靠在岸边 海量一波接一波的拍打 玉州起航先前出港 遇上康瑞台风 失去了动力 船员弃船获救 而船只流毛后搁浅 目前仍在野柳椒岩边 拖救困难 不过就怕船只漏油 污染了海域 渔民无法作业 抽油成为了关键 由于目前海象不佳 只能等到天气稳定 再进行抽油 所幸目前船只并未发生漏油情况 而船只搁浅的一幕 也意外成为观光景点 吸引民众前来观看 昨天新闻 旅国宝 基隆报导